沈渊能帮你解毒 我也能 说完这句话 温承熙低头稳住了我的唇 我惊了 温承熙不是个木头吗 哪里学来的花活 竟然会争风吃醋了 温承熙15岁中榜眼 如今28岁 任督察院御史 他光风济月 儒雅俊逸 是无数身归女子的一中人 而我是他最信任的下属 也是他手中最锋利的宝剑 周王谋反在京城被抓 我奉温承熙之命 来周王府清除乱党 结果遭到暗算 中了暗器 暗器有毒 解药在周王世子沈渊体内 不要解毒 须每日和沈渊同房 黑袍女子的声音间隙刺耳 每日同房 二十年后此毒方可肃清 若不解毒 姑娘两个月后必毒发身亡 说完这话 黑袍女子就逃走了 我叫道 不是 大姐您等等啊 万一怀孕了怎么办 那十个月怎么同房啊 黑袍女子轻功了得 早跑没影了 天下竟然有如此邪恶的毒药 这下毒的 真贪酿的不是人 起码回答我的问题在跑啊 我猜测我身上的毒是古毒的一种 我抓了所有活着的巫医 但没有一个人能截我身上的毒 无奈 我只好想办法把沈渊的命保下来 沈渊是周王世子 如今被我关押在王府 只等明日清点了人数 便要伏法受诸 我用一个死球把沈渊替换了出来 行星时 其他人只当满脸无邪的沈渊 是被重型折磨得昏死过去 不知我已偷量换住 将王府众人按律法施衣绞刑后 我脱了官袍 去找藏在客栈里的沈渊 我的解药 沈渊若冠之灵 温文尔雅 长了双如水的眼眸 有着少年独有的澄澈皎洁 极其明亮 也极其安静 他刚遭遇家破人亡 我有点于心不忍 但没办法 我为了活命 他也为了活命 一山半解时 我推具沈渊的胸膛 你给我清点 记住没 姐姐怕疼 他脸色飞红 重重点头 记得了 我在周王丰地逗留不过一个半月 就收到了温承熙的第五封书信 又是催我早点回京城复命 我回头从门缝里 看了一眼床上沈渊玉雕般的睡眼 叹了口气 回京后 这么一个大男人 又是诸九族的亲犯 我要藏哪儿才能不被发现 我把沈渊打扮成小丝 快马家鞭赶回京城 因为我直属上司 温承熙下了最后通牒 再不回家 罚我月影 我站在门外 看着房中身形挺拔 轩然狭举的温承熙 他正持笔即书 听到动静也没有抬起头 只嘴角擒着淡淡的笑意 终于舍得回来了 文言 我紧紧钻了钻手 第一次小别后看到他 不是欣喜 而是沉重 我垂下眼眸 收敛了一下心神 走进屋内 向他汇报 周王府七十二口 人均已伏法 他放下笔 侧目看我 身体痊愈了吗 我恍惚了一下 方才想起来 我给他回信里 提及我感染了风寒的事 实则是拖延回京的借口 我是病了 不是风寒 而是中了毒 沈渊是侵犯 温承熙一向秉公执法 断然不会因为我的命 而逊私留下沈渊为我解毒 故而 我只能向温承熙隐瞒此事 谢大人关心 卑职无恙了 温承熙身边 只有我一个女下属 人人都以为 我和温承熙的关系暧昧 其实我倒想暧昧 我姿色不差 但温承熙见过太多天香国色 对我无感 和他一起办案时 我们无数次共处一室 共骑一匹马 共饮一壶酒 我曾故意落水 谁知他只递给我一个木头 让我自己爬上岸 我看他就像那根木头 木头对我严厉时让我生畏 关切时让我感动 我对温承熙又爱又恨 而如今 我那送不出去的初吻 和我不甚完美的身体 都与温承熙无关了 走进我的挺居 闻到一股药味 我瞧了眼 炉子上炖着的滋补的汤药 老脸一红 两尊处优的周王柿子 跟着我这些日子 竟然也学会了洗衣做饭 炖药煲汤 我把刚买的药放在岸上 坐下针了杯茶 他放下书 姐姐不必再买药了 一夜一次 我还不至于受不了 我说 还是补着吧 日子长着呢 他乖巧地把药收了起来 夜里 沈渊亲吻我肩胛骨的伤疤 这是为温承熙受的伤吗 奴才就主子的命 不是天经地义 他把我翻转过来 抚摸我胸前的伤疤 那这里呢 也是吗 姐姐作为温大人的得力干将 大人有令 姐姐不要卖命 大人有危险 姐姐不要救他 这是姐姐对他的承诺 其实 温大人也就过我 我们是搭档 谈不上谁就谁更多 谁叫他太正直 仇人太多了 我勾着沈渊的脖子 包括你 也应该是恨我们的吧 沈渊摇摇头 埋手在我井窝 轻摇我的锁骨 不恨 姐姐 我不恨你 我不是王妃的儿子 我的母亲是巫医 周王宠幸了他 他生下我后离开了王府 我便被养在王妃名下 周王有影集 只剩下我一个儿子 怪不得会费尽心机就沈渊 他把我的胳膊轻轻拉下来 从我的肩头抚摸到手指 最后在我的御班纸上妈撒 姐姐的班纸见血封喉 是怕我复仇吧 我脸上不大好看 身边睡个有血仇的男人 我既需要他 又不得不防着他 姐姐从来不敢与我共眠 每每结束都要去别的房间睡 我不想你离开 我想抱着你到天亮 好不好 他的眼眸如星辰 我差一点就医了他 温承熙教我 人心隔肚皮 我不敢拿自己的命 去读沈渊是真心还是假意 我推开他 穿衣 我习惯一个人睡 沈渊的眼神暗淡下来 我不忍看他 如受伤的小鹿一样的眼神 披上外袍走了出去 雅婆婆把壁子汤端了过来 全他妈的白花花的银子买的 每天沈渊一副滋补药 我一副壁子汤药 快把我喝破产了 温承熙这个抠门的主人 我为他卖命三年 运营没涨多少 去年从温承熙府中搬出来 并购置了宅院 存的那点银两花的差不多了 如今又聘了两个江湖高手 看管沈渊 加固了宅人内的机关布置 哪哪都花钱 哎 养个男人可真不容易 我数数剩下的碎银 再这样下去 下个月我只能啃窝头了 我斟酌着开口 大人 我月银能能涨一点 温承熙没烧一条 缺钱花 我连连点头 是啊是啊 他目光如炬 你孤身一人 不买胭脂水粉 不买铃罗绸缎 以前没听到你说过缺钱 这去了一趟贴玉城 月银都不够你用了 你是染上什么癖好了 他让这么个精明的上司 我就像鱼虎眸皮 我忙摆手 把早打好的副稿说出来 不是不是 说我那宅子 今年雨季渗了水 木头桩子都被重铸了 这不快大雪了 背直想休气一下 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半晌 看得我心里发毛 他视线状态 拿我手欲 去账房里支银子 回头别说我磕带下属 我喜笑颜开 好嘞 谢谢大人 吃的银子还没午热 沈渊就生了病 在京城 我不敢给他请大夫 我寻思还是把沈渊带出去 这间天的 把人关屋里囚禁 也不是个事 这不 人都憋出病来了 我网字的脸上抹点白粉 去找温承熙诉苦 可嗨嗨 背直进来感觉着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老胳膊老腿 老眼昏花 恐怕不能再继续帮大人做事了 温承熙闻言 突然出手袭击我面门 我本能地出手格挡 他握住我手腕 目光带着审视 老胳膊老腿反应这么迅速 我脸飞红 谎言被拆穿得这么快 大人 我不要面子的吗 他凝视着我 收起你的花花肠子 三年前 你求我帮你加平反时说 要一辈子跟随我 少一天 一个时辰都不叫一辈子 我默默骂二句 温八皮 没办法 谁叫他对我有恩呢 我爷爷曾认督察人御史 因仗义之言 弹河库立被陷害 我刚出生那年 全家满门抄斩 我被一个婢女救出来养大 三年前 我听闻温承熙断案入神 便带了我搜集到的证据 到大理寺报案 请温承熙为我家平反 温承熙被我手中的证据震惊了 你小小年纪 怎么搜罗到这么齐全的资料 我眼神定定 回望他 日思夜想 自然能找到办法 二十年前的案子 吃力不讨好不说 还会得罪朝中同僚 我见他还在迟疑 便置地有声地说 只要大人肯接这个案子 你你愿意一辈子效忠大人 为大人卖命 或许是我出生牛 独不怕虎的勇气和聪慧 让他刮目相看 他盯着我的眼睛 片刻后说 好 回想起往事 我那点出逃的心思 变化没了影 是啊 即便是死在温承熙身边 那也是我曾经的承诺 我这会贪生怕死 弃他而去 食言而肥 太亏良心 我拱手道 大人放心 卑职这辈子 生是大人的人 死是大人的鬼 卑职只是想告个假 我看向远方 目光幽远 江山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温承熙扑哧一笑 一个人看就有什么意思 等本光告老 陪你踏遍山河 他眼神极温柔 我仿佛透过他如药的双眸 看到了遥远的未来 他还捉着我的手腕 四目相对 距离很近 炽热呼吸近在咫尺 那双明明略显凉薄 却让我无数次想吻上去的唇 在我眼前勾出浅泉的弧度 若是以前 我会借机装晕倒在他怀里 而如今 我轻轻推开他 后退了几步 温承熙眼里闪过亚瑟 你要是真累了 准你一天假休息 就一天 我嘟呢 大人您可真大方啊 温承熙敲了敲我的脑袋 别得寸进尺 善容到粮草失踪案还没头绪 雅鼠里成堆的卷宗要看 给你一天假就不错了 待沈渊出京城是没指望了 我利用这一天假去太医院看医书 对着沈渊的症状找方子 以防万一我抄了十副方子 养男人真是不容易啊 十八般五一得样样精通 摊上沈渊这种体弱多病的 还得懂医术 沈渊啊沈渊 我只好拿你当小白鼠医了 治好了皆大欢喜 治不好 咱俩一起完蛋 在沈渊吐了三次血 换了三副方子以后 臣命终于保住了 我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看着还在昏迷 但呼吸已经平稳的沈渊 你要留下什么后遗症 可不能怪姐姐 姐姐尽力了 我可怜沈渊病着 她清醒后没再跟她同床 温成熙赏识我是有原因的 本人简直无所不能 以后老了 说不定还能开个医馆养活自己 飘了 飘了 我飘了 那什么生活和谐 干活有精神 我一鼓作气 把卷宗看了大半 温成熙奖励我 说带我去泡温泉 若是过去 我肯定批颠批颠跑去 还会偷偷欣赏大人的翘臀 可是昨晚那小狼崽子 在我身上留下太多痕迹 我怕被温成熙看到 我婉拒了温成熙 她看我的眼神越发怀疑 躲得过温泉 躲不过刺客 我和温成熙坐马车 回府邸的路上 遇到了刺客 温成熙这倒霉玩意 总是触及别人的利益 仇人太多 经常遇到行刺 我都习惯了 我想 皇宫里的皇帝 都没她这么招人惦记 我为了挡住身上的吻痕 今天穿太厚了 她暗的 行动不咋的利索呀 胳膊中了刺客一箭 也得亏我穿的厚实 伤口不深 又在暗夜里 温成熙没看到 我瞒着她回到了宅子 脱下衣裳 厚厚的棉絮 都被血浸透了 沈渊看到那么多血 吓得流眼泪 我一边麻利地 往胳膊上涂伤药 一边说 我要死了 你就可以逃走了 你哭什么 她颤抖着手 帮我绑绷带止血 从跟姐姐在一起后 我就没想过逃 我心中叹气 温成熙要有沈渊一半会 哄人就好了 沈渊把我还抱住 姐姐跟我一起 离开京城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 血流太多 我有些乏了 倒在沈渊怀里 为她受伤 我心甘情愿 沈渊的身体一僵 久之只剩绵长的呼吸 人以为是小伤不碍事 但伤口愈合不佳 两天后我发了高烧 让下人到督察院 跟温成熙告了假 我浑浑噩噩地躺被窝睡觉 睡得迷迷糊糊 听到高声报 温大人道 我一个鲤鱼打挺 从床上跳起来 撕裂了胳膊的伤口 来不及痛呼 我让沈渊赶紧躲衣柜里去 我慌张地披衣走去开门 温成熙站在大门口 看着我新设下的机关 若有所思 大人 您 您怎么来了 你别动啊 有机关 我走过去 我一边扣好裙的扣子 一边踏入机关镇里 几个起落 我来到温成熙面前 他看了看我寝居大厂的门 不请我进去坐坐 一屋子要位 怕熏了大人 他摸了摸我额头 还烫着呢 别在风口站着了 还是进屋吧 什么药能熏了我 又不是毒药 他将我打红抱起 沿着我刚刚走的路线 走到我寝居里 温成熙过目不忘 我刚走一次 他就记住了机关路线 他将我轻轻放床上 我眼睛四下张望 幸好沈渊平时不睡这儿 这里没有他的衣物什么的 我仔细听了听 没听到沈渊的气息 他竟然会摒弃 他不是不会武功吗 我武艺师承温成熙的师傅了木大师 那可是一顶一的高手 我也算是高手了 如果连我都探查不出 屋里有第二个人的气息 说明沈渊的气功不在我之下 但能不能逃脱温成熙的耳目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我比温成熙差得多 为了干扰温成熙 我从躺床上的一刻 就开始哀悠 哀悠的呻吟 温成熙拿着帕子给我擦脸 眉头紧皱 我说过多少次 刺客来了 你躲我身后就好 四次往前冲 我让你洗舞 是让你防身 不是让你替我挡刀子 连续的呻吟 我声调逐渐变了 我意识到的时候 已经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声音 我呆住了 我不是故意的 最近这声我天天发 不自觉而已 温成熙清冷的脸 莫的红了 站起身副手而立 我让下人送了些烫火和药材 你好好养伤 我先走了 温成熙走了以后 沈渊铁亲着脸 推开衣柜门走出来 沈渊把温成熙给我擦脸的帕子 撕成两半 丢掉了火盆里 我服额 这败家玩意 帕子不要钱买呀 我再次向温成熙支取月银时 温成熙没有批 你出息了 敢在屋里养男人了 我心里一紧 还是满不过温成熙呀 不过看样子 他并不知道我屋里男人的身份 不然他就不是训我 而是上门抓人了 我小心翼翼的说 卑职 卑职今年都二十三了 这要是在平常人家 孩子都会喊娘了 卑职养的男人不过分吧 他逼近眼眸凝视着我 你就那么想要男人 他步步紧逼 气场强势冷烈 我一退再退 直到退无可退 背靠在门上 哆哆嗦嗦说 大 大人 卑职也是个女人啊 他承诺半赏 叹口气 你若真想成家 把那男人带来我看看吧 藏着掖着不算个事 我声音掖到了嗓子里 卑职没打算成亲 谢朝燃 温成熙一拳打在门框上 你想到哪样 养个男人男是吧 连名声都不要了 谢老玉使光风济月 是本官的楷模 他的孙女却自甘堕落 自甘堕落 好一个自甘堕落 字字如刀 我眼底胃珠磕刻刻滚落 内眼婆娑中 温成熙怨怒的脸越来越模糊 既然大人如此嫌弃卑职 何必还留卑职在身边呢 我转身 拉开门 步入风雪中 风雨交加 真是冷啊 我回宅院通知沈渊逃命去 沈渊要带我一起走 我不同意 他打晕了我 我再次醒来 是在一间客栈里 沈渊一身黑衣 眼眸深沉 病了的这几日没跟他同床 这会儿头晕眼花 我一心是毒药发作 我说 趁温成熙没追来 你快走 他发现我不在 必然会追上来 我说了 我不会跟你走 沈渊怒了 他有什么好 让你宁愿死在京城 我仰面躺着 皮剑赶袭来 一个个的都冲我发火 我招水惹谁了 我哪件事不是为你们好啊 我也是有脾气的好吗 沈渊不说话了 俯身压住我 脱我衣服 衣服脱一半 外面传来动静 我知识温成熙追来了 肃然道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废物典型 你真以为你能带我 逃出温成熙的手掌心 你一个亲犯 普天之下莫非网土 能逃哪 我可不想被扣上 跟你同伙的罪名 我这话说得重 饶是沈渊 也不免脸色白了白 他咬咬牙 拧了我一眼 跳窗离去 温成熙闯进来时 我正把沈渊剥落的衣裳 一件一件往身上套 他看我这副衣衫不整的样子 同样脸色白了白 不 比刚刚沈渊的脸色还白 他的视线没在我身上逗留 跳窗追了出去 不久后 他折回头 脸色更难看了 竟然是周王柿子 谢朝然 窝藏青犯什么罪罚 你难道不知道 我一副你爱杂杂的的表情 让温成熙恨体不成钢 他拖下披风套我身上 再不愿回头看我 让侍卫把我押送到马车上 不愧是赏罚分宁的温成熙 回京城 就把我关进了狱中 这大狱里有一多半 都是我亲手抓进来的犯人 一个两个只会 看着我被押记进来 那叫一个解气 哟 这不是谢朝然吗 你也有今天 哈哈 我翻了翻白眼 懒得理 女牢在大狱的罪里面 多查任的大狱官的都是重犯 女子一般犯不上 霍国殃民的重罪 果然女牢空置许多 狱卒挑了间最大的牢房给我 我伸了身懒腰 抛了订银子递给狱卒 给你买瓶酒 多的银子归你 狱卒忙不迭地 把银子揣怀里了 好好好 您放心 小的马上去办 温承熙沈问我 为什么跟沈渊在一起 我昨夜浓醉未消 看着温承熙的脸 痴痴地笑 大人不给卑职 还不许卑职找别的男人 温承熙扶住我 端起岸上的冷茶 泼到我脸上 你清醒点 好好回话 事关生死 由不得你这般轻视律法 我醒了 彻底醒了 大佬里寒冷得厉害 冷水顺着我的脖梗流到衣领里 我哆嗦了一下 僵硬地扯了扯嘴角 卑职爱他呀 卑职想和他夜夜春宵 哈哈 温承熙手指握成了拳 闭了闭眼 关进去 我又被丢进大牢里 狱卒送来新衣裳 可我已经没有银子 可以打赏他了 我脸上善善的 舔着脸说 还能送我一瓶酒吗 狱卒说 大人下令 不让给您酒喝了 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我脸上露出悲凉的笑 即便温承熙不杀了 我也快服黄犬了 最后的时间 居然连我最爱喝的酒都没有 怎一个惨子了得 沈渊有点手段 居然扮成导公筒的杂役 混进了大狱 他打开牢门 冲我脚下一笑 姐姐 我来就你了 这大狱的防卫是我不数的 进来的人层层检查 他这么容易就能混进来 我意识到 他恐怕是中计了 果然 黑暗中 温承熙的声音冷冷地响起 捉拿侵犯沈渊 傻小子 走了大麻还回来呀 温承熙设计了一出 梦中捉鳖 我们绝对逃不出去 沈渊拔剑的手 被我拦住了 面前的都是我同僚 你就别上他们了 反正也逃不掉 徒僧伤亡没意思 他这次听了我的话 束手就擒 他对温承熙说 大人 沈渊任你处置 但姐姐不是故意执法犯法 他中了毒 只有我能解 所以他才留下我的命 温承熙眸光微动 看向我 沈渊一五一十地 向温承熙说出我重补始末 我心里叹气 这孩子还是没经历过世事啊 以为这样温承熙就能网开一面 可温承熙是谁 铁面无私活颜望 满朝文武都惧怕的人 亲弟弟犯法他尚且不肯训思 宁可被父母赶出温府 孤身住在浴室的府底里 何况是我这么一个 普普通通的下属 他怎么可能因私情而饶了我们 果然温承熙听完 只冷冷的命令 把沈渊压下去 温承熙走向我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依然吊锅铛的语气 出师不利 跟着大人这三年 您不许喝酒 我服从您的规矩 如今我都快死了 过过酒瘾不留遗憾 我没求他饶了沈渊 因为我知道徒劳无功 这次我想救沈渊出去 难如登天啊 温承熙把我带出了大牢 关进了他的府底 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没啥太大区别 唯一的区别是 温承熙的府底有上好的佳酿 我馋了好酒 终于是喝上了 一个人喝酒没意思 我喊上几个同僚 一块不醉不归 沈渊在大狱中 讲我中毒的事的时候 他们在场 都知道 没了沈渊 我命不久矣 有两个跟我铁的哥们 喝着喝着红了眼 俺们再去求求大人 让他把周王柿子还给你 俺们是真舍不得你死啊 我勾着兄弟的背拍了拍 要是会训思 那还是我们的大人吗 我的命不重要 我死了 大人还有你们呢 别让大人一世英明 毁在我身上 来 少说不开心的事 我抿了口酒 台眸看见昏暗处似有人影 我容容眼睛仔细瞧去 夜色朦胧 鬼影都没有一个 温承熙好些日子不在府里 我问别人 个个讳莫如深 说大人的行踪 他们不知道 托兄弟们打听谁人的情况 一个个不肯说实话 我这还没死呢 都拿我不当回事了 是吧 我出不了府 便只有等温承熙回来 不日 温承熙终于回来了 一回府就钻进了寝居 我敲半天门不给我开 我爬窗进去了 他惨白着脸躺在榻上 像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我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大人 你受伤了 他懒懒地睁开眼 别吵 烦人 我走过去脱他衣服 检查他伤口 他捂住领口 把我拉进他怀里 朝然 陪我睡会吧 我没敢再动 他睡着了以后 我偷了他的令牌 我到大狱里去找沈渊 他和温承熙一样 脸色惨白 比温承熙还要虚弱些 这两人是决斗了 有令牌把沈渊带出去很容易 我知道温承熙醒来饶不了我 但我顾不了那么多 横竖就是死嘛 早死晚死都是死 我把昏迷的沈渊送出了城 让我聘用的江湖高手 护送他去西域 然后 我回到了温承熙的府邸 温承熙当真病得不轻 我放人回去 他还没有醒过来 我把令牌放回人位 用视线淋摸他的面容 这是我爱慕到骨子里的男人 无论他多么冷情 他都是朝堂上难得的清官 代表律法的威严 是百姓口口称赞的督察任御史 是我的上司 温大人 所有的罪责我一人承担 谁都不可以给我的温大人 身上抹灰 他是神明 温承熙醒来后 诗一般的绝口不提沈渊 不提就不提吧 许是可怜我命不久矣 无所谓砍那么一刀 我继续在府邸里逍遥自在 喝酒吃肉 好不快活 可是江山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的梦想 还是有的 于是我向温承熙辞行 这次是真的想去看看了 温承熙说 刚好本官去江南查案 带你一道 我并不想跟他一道啊 死的样子很丑的 我想一个人去死 他把我拥进怀里 别瞎想了 有我在 你不会死 什么 我震惊了 难道他寻到了什么神医 他不说话 低头吻我 沈渊能给你的 我也能给 什么跟什么呀 他加深了吻 不让我有思考的时间 他不是个木头吗 哪里学来的花活 竟让我受不了他的攻势 软成了一贪你 对不起了 沈渊 还是我的温承熙好 我在他怀里 你最不能自已 这一路去江南 温承熙比往常的脚程慢 他带我吃吃喝喝 带我看山川 朝霞 把补药给炖上 他说了跟沈渊一样的话 小瞧我了 一夜一次 我还不至于需要自补 这要我若喝了 让你三天下不了床 木头开花 不得了啊 我恍惚了一下 沈渊在西域 应该找到他母亲了吧 温承熙捧起我的脸亲 敢想别人 我罚你月银 我人都快死了 要月银何用 两个月时间到了 我还活着 就是每天吐的厉害 难道这就是毒发的症状 大夫给我把脉 夫人你有孕了 我吓得跳起来 掰手指头算日子 算算这孩子是沈渊的 还是温承熙的 算来算去 是温承熙的 跟沈渊的那些日子 我都喝了鼻子汤 跟温承熙以来 我觉得自己反正快死了 就不必喝那个汤了 可是 我到底什么时候死 我抚摸着肚子 有了孩子 我不想死了 怎么办 温承熙查案回到医馆 大夫他请的 自然背着我告诉了他 他抱起我转圈圈 乐开了花 须于 他面色凝重起来 朝然 以前我不碰你 是因为我仇人太多 怕连累你 如今 我依然不能确保你们的安全 你可后悔跟着我 我疑惑不解 我毒发的日子 也就这两天了 他抵着我额 傻瓜 不会毒发 我每天为你解毒 你会长命百岁 你为我解毒 我跟沈渊换了血 我震惊不已 他环抱着我 我与你是药 与别人是毒 我做你的药 你做我的娘子 可好 后来我才知道 换血的风险极大 温承熙去求沈渊 沈渊为了我活命 同意了 两个爱我的男人 为我九死一生 我唯有祈祷 此生沈渊能找到他的挚爱 感慨过后 我想到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 孕妻不能同房 我的毒怎么办 温承熙派人到西域 寻找沈渊的母亲 派出去的人 带回了一封信 是沈渊的母亲给我的 大意是 我根本没中毒 那暗器上带的蛊毒 其实是一种滋养女人的药 而真正中毒的是沈渊 沈渊的毒是胎里带的 沈渊母亲和周王在一起时 为了改掉周王花心的毛病 沈渊母亲把蛊毒 中到了周王身上 让周王和别的女人 无法生而育女 故而 周王只有沈渊一个儿子 他说 他是看中了我 想我做他儿媳妇 才撒谎的 可惜他们斗不过 温承熙这个当官的 只好作罢 沈渊身体还好 就是郁郁寡欢 他给沈渊吃了 让人失忆的药 让沈渊忘了我 我收了信 忘了吧 忘了也好 温承熙看完信 我问他 你遗憾吗 不必跟沈渊换血 我也不会死 而如今 你身上带着毒 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为你生孩子 他刮了刮我的鼻子 想什么呢 你没中毒 我比谁都开心 况且 除了你 我没想过 跟别人女人生儿育女 所以此生 无论我是否换血 我都只会有 谢朝燃一个女人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们 我搂着她的腰 我知道她有很多的 担心和害怕 她仇人那么多 害怕某一天 我们会陷入险境 我不怕 跟着温承熙 固然风险重重 但我们携手共进 同生共死 才不忘我在世上走一遭